大家好,我们上回说到,人就是在别人都散火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人生就是在坚持,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中国有老话说的,叫做做鸟收散,树倒什么什么散 这个话看似是说一个局面,其实也暗示中国人做事情的没长相 所以很多事情你做不好,人生贵在坚持,好吧 这个李克强的事情虽然已经被火化了,真的 前一段时间都是习包子,都是太监们在出盘 都是他们手上有军队,手上有话语权 你水都泼不进,你根本没有机会 他现在基本上觉得这个事他已经摆平了 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他就松懈了 是不是,他就泻了,他就12秒就泻了 这个时候就能到我们出牌的时候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啊,我是强烈建议啊 尤其是我这些个话呀,是说给年轻人听的啊 人一辈子,除了坚持,坚持再坚持啊 你别无选择 不管你是出生在帝王将相之家 还是像我一样是这个海淀家小毕业的啊 绝对绝对反常的 而且是两个女人的绝对反常的行动 我跟你讲,现在是民间的高手 现在是民间中国的福尔摩斯 在那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是吧,人不要作恶 你作恶了以后,你一定会留下把柄 一定会被人逮到的 都什么他奶奶的年代了啊 所以不要放弃啊 说两个女人绝对反常的行动 等于是向全世界宣告 我跟你说 包子黎真的是把这个什么 一个像给暗杀了,给搞死了 是不是,说这个中国的破案高手 这个在民间 中国的福尔摩斯啊 现在也在民间 我就希望大家认真听这一期节目啊 第一个女人是谁呢 就是李克强的闺女儿 李克强的闺女儿 我们昨天讲过一期 只是一个书面的这么一个讲话 还这么不能确定是不是他写的 但是昨天的那个李克强的遗体的告别仪式 那可全程没有看到李克强的女儿 李克强他的至亲就两个人 一个是他老婆 一个是他的女儿 是不是 我们只看到 程鸿 看到李克强老婆 你看不到他女儿的身影 你共产党自己放出来的照片 只有这个李克强的老婆 没有他女儿 但是你摸摸你的良心 是不是 如果是你的父母双亲过世了 你能不在场了 你在场的话 为什么没见到这个 他的踪影呢 这个姑娘去哪里了呢 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线索呢 然后你再比较一下 邓小平当年死了以后 他有一个儿子在海外叫邓志芳 因为犯了事 他跑到澳洲去躲栽去了 一直就不在中国 后来邓小平死了以后 中共中央 这个特批 江泽民特批 明白吧 完了以后 容许他回来 不算他的错 不抓他 说这个邓小平的老婆 跟江泽民打电话了 你必须给我一个面子 让他的儿子 亲儿子 他就两个儿子 回来见他的爹一面 江泽民同意了 办完了追到会 办完了葬礼 那个谁 那个邓志芳 就一样去滚出国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看那个江泽民死了以后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 江面恒 江面康 还有江泽民的老婆 江泽民的孙子 一个一个的排成一长串 完了以后 先是习近平一个一个的 从江泽民的老婆 坐在轮椅上开始握手 然后是江面恒 然后江面康 然后这么一怒下来 是不是 十来个人呢 接下来是胡锦涛 也是下来一个一个的 一个握手 胡锦涛跟这个王爷平 握手的时候 还把这个王爷平身上的 那个毯子 还捂了一下 对吧 告别式是什么意思 告别式它有两重 两重含义 一重含义就是 党和国家领导人 退休的和没退休的 是吧 都一起告别 第二个就是亲人告别 对吧 而且亲人告别排第一 是吧 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 在后面 你说这个李克强的闺女 你全程都没看见 你告诉我出了什么情况 你是不是把闺女 李克强的闺女 给关起来了呀 如果没关起来 他为什么不参加了 所以我听北京的人说的 说李克强的闺女 因为他年轻 他不像他妈 那么能够妥协 他知道他的爸 就是你细胞子搞死的 他拒绝参加 你拿他没辙 所以你看那个江泽民 你看那个习近平和这个 和这个谁 成虹握手的照片 成虹是一个侧面 而且背后呢 就是一个背 背后里面应该还有大量的图片 大量的风景 没有 刚好就卡住 等于是一个镜的尽头 我跟你说 李克强的闺女 全程不在告别仪式的现场 等于是坐实了 等于是坐实了 李克强的闺女 知道真相 这个东西是有点意思的 有点意思的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彭丽媛 哎呦 有人在这个什么 现在脑咳嗽 我刚才忘了带水了 抱歉啊 也说明我的节目很真实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哥们儿 一个位写的可详细了 非常详细 说这个彭丽媛 这个人参加李克强的告别仪式 这也是打破了共产党的惯例的 你看过去江泽民死的时候 彭丽媛没有参加 对吧 李彭死的时候 彭丽媛也没有参加 都是告别仪式 对吧 你开玩笑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个什么 为什么彭丽媛要参加李克强的告别仪式 那几个意思呢 你跟我说说看看 有人有些个民间的福尔摩斯 你看我们的唐博乔老师 就在那里分析 分析的特别好 我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写的挺长的 说第一呢 是彭丽媛主动提出这一强烈要求 所以习近平和党中央不得不破例让他出席 如果是这种情况 很显然彭丽媛 彭丽媛为什么要强烈要求出席 是有重要原因的 一种可能是极为同情 同为中共领导人 夫人的李克强的夫人程鸿 希望亲自到场表达真切的哀悼和慰问 那之前我们也有说过啊 说习包子 微难之事 情急之中啊 请自己老婆去安慰一下程鸿 第二啊 第二条分析 彭丽媛知道李克强是非正常死亡 内心极为愧疚和自责 当然也责怪他的夫君习近平 于是呢 坚持要参加遗体告别 以示兵当面向受害人家人道歉 第三 习近平作责心虚 强拉上跟程鸿来往较多的彭丽媛 为自己减压 从彭丽媛的悲伤的表情来看 第二种可能性较大 第三种可能性较小 说彭丽媛的悲伤是发自内心的 这种他的眼神和三聚公式 比习包子幅度大得多可以看出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尽量跟习近平合拍才对 所谓负伤负罪嘛 他的悲伤还可以有一种 吐死胡悲的情节 虽然习现在是一尊呢 但是毕竟还是在走钢丝 说不定哪一天 落到跟李克强一样的下场 甚至更惨呢 说这个东西啊 有问题 有问题 说这个 如果是这样子 的话那等于是 彭丽媛通过他的身体员 通过他的极为反常的行动 就把这个习包子的这个真实的情况 就给出卖了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的 就有点意思了 所以他的分析也跟是跟我一样的 你看央视和所有党媒的报道 就都只有橙红的背面照 没有一个正面的镜头 这是几个意思呢 你不觉得这挺有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啊 这有些东西你必须要去分析它 必须要认真的一个一个的去考察 他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CIA啊 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摩萨德 他们破案子 就是这样破的 一个一个镜头 一个一个细节 认真的盯 他们有时候盯一个画面 盯十天 看里面有什么蛛丝马迹 是不是被人错过了 是不是忽略了 一个一个的研究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是我听来的消息 不是我自己的发明 不是我自己的这个原创 说两个女人绝对反常的行为 完全暴露了包子里杀死李克强的真相 一个是 一个是李克强的清闺女儿 全程不在告别现场 而是彭丽媛 寒奸参加李克强的告别仪式 你说是没道理呢 李鹏也不参加 江泽民也无参加 为什么你这个要亲自参加呀 可能是属于用男人的话讲 就是头发长见识的 心里特别不安 我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 是彭丽媛这个人呢 他毕竟也是个富人 这有点柔软的艺术家嘛 是不是 说担心自己的以后的家人 是不是 会被人报复 心里特别的惶恐 特别的害怕 所以必须要去看一看 走一走 瞧一瞧 所以我们不要过早的就收兵了 不要收兵 收兵前面还有个字 叫明金收兵 明金收兵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有的时候 就是表示我大活全胜收兵 西包子太监团队 他们的确是大活全胜收兵 你我可不能收兵 李克强的事情还在天天说 年年说 月月说 说到地老天荒 我跟你说 我说过无数次的 李克强之死 一百年以后还会有人说 所以你这两天你就放弃 你就不来烦了 我是会有消息 我就会过来跟大家报道 谢谢